大家好 我是慧文 人家说山不再高有仙则林 水不再深有龙则林 不过对于热爱登山的人来说 能够一直不断挑战更高更险峻的山顶 大概是每个登山人最大的目标 在台湾有个热爱登山 甚至从登山演变出热爱攀岩的知名企业家 他叫做林克孝 你或多或少大概会听过他的名号 不过你应该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 我们印象中的企业家平常的休闲活动 不是大多去打个高尔夫球 或者是参加宴会等等的 怎么会是登山呢 其实林克孝他喜欢登山 有很大的部分是受了他爸爸的影响 林克孝的爸爸林文仁 也是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那他热爱登山到哪一种程度呢 据说在民国43年左右呢 那时候玉山才开放登山没多久 林文仁才大三就迫不及待要去宫顶了 那这股热情呢 延续到他的儿子林克孝身上 那林克孝呢热爱登山不只是登山而已 他对台湾的文化 尤其是泰雅族原住民的文化呢 非常的重视 例如呢其实一直有个说法 就是说呢台湾这块土地呢 非常有可能是全球南岛民族的发源地 只不过呢这件事情没有被重视 但是啊对林克孝而言 他认为很重要 因此呢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唯一的兴趣就是往南澳的泰雅族部落跑 那他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挖掘记录 甚至啊有一天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而且呢来重视台湾原住民的文化 后来啊他如愿了出版一本书 里面呢浓缩了他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所记录下来的东西 由于啊他写的实在是太仔细了 不管是在史料的考证 还是细腻的文字啊 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 怎么看啊都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出自日理万机的企业家手上 不过呢这本书只是他的第一步 出版完这本书之后呢 他又想进一步追踪南澳泰雅族的 迁徙路线再写一本书 为原住民呢留下更多珍贵的研究 结果啊眼看就快完成了 他却在一次登山探勘的过程中 不幸就也来身亡了 那在他过世之后呢 大家才惊觉 原来呢他默默地为这块土地的文化 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对领克孝而言呢 探访杀运的故事一直是他的目标 那杀运的故事啊 一直以来也都给人家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1937年的时候呢 爆发了中日战争 日军的兵援不够呢 就只好征召驻守台湾的军队 那再不够就只能征召日本的驻台警察 那当时啊 在南澳翻同教育所呢 有一个老师 他其实呢是基层的远警 那来台湾的目的呢 就是教日文 那他也被征召去打仗 不过呢 因为南澳在宜兰的山区 他就拜托一个叫做 沙韵的小女生来帮忙他 可是呢 途中啊 遇到了台风 溪水暴涨 虽然说老师顺利脱棍了 但是呢 沙韵却被大水冲走 不见人影 那么大家都相信他已经罹难了 那这件事情呢 被日本政府拿来大肆宣扬说 就是因为他们的 黄民化政策的成功呢 才让被统治的人 愿意心甘情愿 为日本人付出生命 所以呢 还颁给了沙韵一个表扬的钟 表扬他为国捐躯 不过呢 这件事情在林克孝的探访过程中 有了新的发现 因为呢 林克孝呢 他非常的诚恳 跟南澳泰雅部落的人呢 都相处得非常好 有一次啊 他跟一个老猎人 把酒言欢的时候呢 老猎人就告诉他 其实 沙韵根本就没有死 当年沙韵呢 被冲到出海口之后呢 老猎人的爸爸 就把他救了起来 不过呢 因为沙韵 为国捐躯的事情啊 已经被神化了 如果这下子呢 让日本人知道他没有死 一定会没完没了 于是呢 就把沙韵安置在南澳的深山 打算啊 等到日军撤退之后 再让他下山 结果呢 好巧不巧又发生了228事件 只好啊 让沙韵继续待在山里面 据说啊 之后呢 沙韵呢 突然的失踪了 从此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不过呢 根据林克孝生前的字数 有一次呢 他在黑夜里面迷路呢 然后突然啊 就有一个老妇人的影子 唱着歌 走到他面前 等到影子突然消失 居然就到了停车场 很不可自已 南澳当地的许多猎人 跟登山客呢 也都曾经遇到这一位老妇人 那么南澳人啊 他们都相信 他就是沙韵的灵魂 要来保佑大家的 不过我想呢 大家能够收到 沙韵灵魂的指路 或许啊 也是因为心无杂念 才有福气 能够遇到他 现在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Gino 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山 在英文里面 有哪些用法 千万别错过咯